大家下午好 有个别的室友有不止一个家庭 如果说一定要 如果一定要急于现在离开 可以像穿着黑衣服的讲师们 写一个书面的申请 他们可以给你们提供必要的方便 如果没有别的事 就暂时不用离开 好的 谢谢 谢谢各位 我叫卢志强 是深圳狮子会一名 十几年的时间 研究了一下关于狮子会的事 那么今天利用这个时间 跟大家在这儿简单的分享一下 这个会场之前 有听说过第一性原理这个词的 能不能帮我举一下手 非常好 大概不超过十分题 那我今天就放心了 这就比较好骗 如果你们都听过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弄 好的 我们先来看看 什么叫做第一性原理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我们这一代人眼中的时间 是因为Elon Musk 就是那个外星人 他是用了第一性原理 成就了他创新的中极秘密码 因为他做了几个伟大的公司 其中的一个公司 大家看到叫什么 特斯拉 特斯拉 在没有特斯拉电动车之前 我们这个世界上是有电动车的 你们平时做的那些高速球车 那些小车都是电动车 在没有这个之间有 但是为什么电动车不能够出现在公共事业面前 被大家认可和发展 原因是由于电池的成本太高了 于是Elon Musk认真地研究了组 不着急往下看 我们再看下一个第一性原理 就是生物界的第一性原理是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 在自然界的第一性原理是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有很多人都读过《道德经》 《道德经》第五章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 是这么说的 天地不仁以万古为除狗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除狗 什么叫除狗 大家知道吗 就是古时候用祭祀用的用稻草扎起来的一种狗 因为古人祭祀没有办法真的找一条狗去放在那去供供 于是他们就用稻草扎一条狗 就是做一个狗出来 称之为除狗 那么这个狗在放在祭台上的时候 每个人都对这只狗虽然是稻草做的非常的尊重 但是一旦祭祀完成了 这只狗就会满地被丢 所以天地不仁 不是说我们老天对每一个人都没有仁以仁爱之心 以万物为除狗 是因为天地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平等的 你们觉得老天会眷顾哪一个动物吗 你觉得老天会眷顾某一个植物吗 所以圣人也是一样的 他绝对没有后果亲疏之争 这个称之为圣人不仁以万物为除狗 如果你真的想要接受人人平等的这个观念 那真的就是我们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都是一模一样的 好了自然界的第一性原理是物质和能量的相互转换 爱因斯坦有一个公式叫做E等于MC方 C是什么知道吗 E等于MC方的C是什么 是光速 我们还有很多高科技的 光速每秒30万公里 如果任何一个东西达到光速的时候 它的质量都是无穷大的 我们这个世界上每一样东西 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 都是一个能量的集合体 你之所以有坐在这里 是因为你的能量聚在一起了 你就成为一个人 一旦你的能量散掉了 对不起 你就不复存在了 你就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了 所以E等于MC方 这个能量的转化 也是在这个领域的第一性原理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有几种能量形式 第一就是你的生命的能量形式 我们经常说 哇那个人能量很大 很有能量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第一 他一定要生命 要有能量 他一定要能活得长 过两天就走了 没可能有能量的 第二个就是你对外界的影响力 你对别人所付出的东西 这都属于能量来的 第四一个征服世界的第一性原理 叫做比胜于界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亚历山大是一个伟大的帝王 他的老师跟他说 征服世界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用你的武器可以征服世界 所以他最远打到了希腊 但最后还是没有办法 让他的帝国永远保存下去 第二个就是用你的知识 去影响和征服世界 那么亚历山大在他的榜头 设了一个规则就是 每一个过往的商船 都要给他捐 至少一本书 于是他打造成了 在那个时代最庞大的图书馆 这个图书馆一直保留到今天 所以这就是比胜于界的来源 你真想征服这个世界 永远不是靠努力解决的 而是要靠你的知识 你的影响力 以及你的爱心 才有可能 真正的影响和征服的世界 所以在座的各位师友 你们的爱心传达到我们所有 深圳这座城市 传达到中国这个大地 你们都是在用你们的爱心 去影响这个世界 所以你们都比养力山大 或者至少跟他一样的伟大 因为你们没有再用你的努力 去征服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 谢谢 谢谢 那既然讲了生物的第一性原理 我相信你们在座的各位 都会有一个很大的问号 你扯那么多 跟我有啥关系呢 有关系的 而且关系很大 我们来看看 刚才我们说了 生物的第一性原理 永远都是基因缘性和它的种族缘性 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生物 如果它从来不介意它的基因被延续的话 那么这个生物就慢慢的消失在这个地球和世界上 所以记住啊 这是生物的第一性原理 它一定要做这个事 但是这个事情如果再往下推广 它会有另外的一种分支 就是基因的延续 还有一个隐性的分支 就是我这个个体虽然不能够永生 但是我的子子孙孙的后代 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这也是基因延续的一种 还有就算我的后代不能延续了 可是跟我一样的人类 我的同宗同族能够延续下去 这也是基因延续的一种 这都是基因延续 所以地球上最成功的生物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生物 是基 不是原来东莞在那个旧店的那种 是地球上同时存在的 200亿只以上的基 基才是这个世界最成功的物种 因为它的种族最大量化 而且它不断的在繁衍在发表 所以并不代表了说 单一的一个只基 一只个体能够生存多久 而在于你的种族是否能够生存多久 所以这两点很重要 所以按照这两个逻辑 我们再演出下来 生物的第一性原理是 生物都是自私的 在座的各位 如果哪一个生物是不自私的 这个生物大概率会被淘汰 那我们再看 如果生物是自私的 就可以衍生出再下一个逻辑 就是任何一个生物的天性 都是离苦得乐和趋利避害的 有哪一个生物说 我无所谓 赶紧把我的胳膊拿去 炖了 我的大腿饿了 赶紧拿走 你需要就给你 没这种事儿 所以这就是生物的属性 我们再接下来往下来看 所以如果说是生物 都是为了种族和基因的延续 它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理性的分支 叫做生物都是好逸勿劳的 因为在原古时代 所有的能量获取都是非常困难的 人类和动物一旦吃饱了 就会怎么样 变瞎折腾 赶紧躺着呆着 因为下一顿啥时候有饭不一定 这很正常嘛 对不对 所以这都是跟它研发出来的 那么既然生物都是好逸无牢的 它就会右眼中了一个想法 就是一旦目的达到了 或者说一旦赚到钱了 所有的生物都会容易选择 躺平 所以你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狮子会 深圳狮子会 二十多年来 那么多届总监 那么多届会长和队长 做完了以后就 躺平 肯定嘛 他还在干嘛 对不对 我目的达到了 我总监任期结束了 我就躺平了 就消失了 对吧 这是极少数的意见 所以就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我们狮子会 一年一年的 有那么多的室友加入 又有那么多的室友 慢慢的消失在我们 所有公众的舞台 或者服务的这个世界里面 所以从这个道路上来讲 我们狮子会 另外还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 那些做完了队长的人 到底给他们 安排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来做 否则就能业 躺平 我们接下来看 管理一定是反人性的 因为我天生就好意勿劳 因为我天生就要躺平 所以你不要管我 你所有的管我 都是给我带来约束的 这是两个分支 再接下来我们看 隐性分支的 另外的一个分支 就是个体的延续和种族的延续 这个里面分出来以后 就是有叫做利他 所以我们很多的室友 或者说很多 狮子会外界的人 完全不理解 说你们狮子会这帮货 对不起 说你们狮子会这帮人 为什么这么爱心 到处捐田又干嘛 是因为我们人类 或者说所有的生物 他的底层逻辑就有一个要去 立他的基因在里面 也就是说我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我是愿意让我的种族 能够生活的好一点 这个种族最简单来说 就是让你身边的人 你首先会让你的家族 家庭的成员生活的好一点 或者让你的家族能生活的好一点 或者让你的同乡能生活的好一点 如果你再有大爱一点的话 你会让人类都生活的好一点 所以这些 你们不用怀疑自己 人类的天性就有着利他的天性 这是你自然而然得来的 所以根据这个 再往下推论有得出一个逻辑 就是管理的本质是激发和释放每一个人的善意 谋求人类共同的扶持 所以大家记录这个图 我稍微躲远一点让你们拍一下 大家记录这个图 这个跟我后面的脱离国际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好了我们再往下看 既然我们刚才讨论了啊 生物的第一性原理是由于生物是自私的 又好又不劳的 所以又推出了两个结论 那么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推理的结论 再加上另外的一个结论就是 企业的 你创造一个企业的第一性原理是为了给客户提供价值 大家记住这个事儿 我今天建造一个企业绝对不是为了自己赚钱 而是要为你的客户创造价值 如果你们在座的各位哪一个人觉得你最近生意很难做 或者很难赚到钱 你不应该想到的是如何去赚钱 想的应该是如何为你的客户创造价值 当然也要想谁才是你的客户 所以我们把这个上边那个生物的第一性原理推出来以后 再把企业的第一性原理推出来以后 这两者加在一起能得出什么结论 大家知道吗 想象一下 第一个结论是 以客户为中心 你既然要为客户创造价值 所以要以客户尊心 你既然要去坚持 长期坚持 既然他是好意不劳的 所以你要号召他们长期坚持奋奋奋 既然你是管理是反人性的 他是趋利避害的 所以你就要以奋斗者为本 大家这三条有没有人对他熟悉的 华为的 对了 这就是华为价值观的最核心的三条 所以人家华为在做这个事的时候 不是平白无故的说我华为有三个价值观 是由于他是根据第一性原理推导出来的 所以这三条就是根据我们所有的第一性原则 推导出来的三条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些都是重要的 这是企业发展 所以当某一天你在觉得你的企业生意很难做的时候 想一想 你是不是真正的以客户为中心了 你是不是坚持长期坚固奋了 你是不是以奋斗的为本就是 人家干了活就要 分钱嘛 这是企业的发展 好了我们今天大家我讲了这么多事 我们就想到说 哎 兄弟这个事跟狮子会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个事跟狮子会有什么样的关系 狮子会能够生存一百年之久 是因为狮子会符合它的第一性原理 如果我们能够把狮子会的第一性原理总结出来的话 而且这些第一性原理如果能够应用到你的企业和家庭中去的话 你将如往不胜 所以我最近这几年一直在做了一个研究的课题 这个课题的名字就叫做狮子会 公益事业的商业智慧 我打算写一本书 这本书大概已经完成一半了 这本书一共有七个篇章 其中第一性原理遇到狮子会是第一个 另外还有关于组织架构的 关于这个愿景使命的 还有关于价值观的 还有关于KPI设计的 关于战略的 一共有七个篇章 我希望将来能够有足够的时间 尽快的把它做出来呈现给大家 所以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 再往下去推导的话 我们就知道了 狮子会的第一性原理 到底应该包括哪一些方面 和哪一些方面 第一个 我们看到了所有的 刚才这个上面这个图 都是我们刚才推导出来的 然后再加上 狮子会的第一性原理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狮子会的第一性原理是 都对 他们是这么说的 你们相信吗 相信 如果不相信 就会玩这个游戏 所以狮子会就是 来我们服务 那好了 我们把这个 生物的第一性原理 和这个狮子会的第一性原理 加在一起 我们又能推导出什么结论 大家知道吗 我们看看 第一个 由于我们人类天生就有 尽心的帮助和复制的关系 也就是我们愿意去帮助我们身边的人做一些事 所以第一个能够推导出来的 狮子会的立足是做社区服务 什么叫社区服务 就是从我们身边的人做起 所以当你在遇到一些困难说 我到底是在深圳做一个服务项目呢 还是去到遥远的山区去做一个项目的时候 这就是深圳 这就是狮子会给我们答案 是从我们的身边做起 好了第二个 第二个我们能够推导出来的就是 如果你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好意不劳的 每一个人都是要提一向上的 所以你就要给每一个人提供他向上和发展的机会 所以我们推导出来的第二个就是 要给会员不断的提升他的地位 我后边会跟大家讲 那么第三个就是 既然每一个人都是希望个体得到彰显 所以我们又要做一件事 就是要去增强个体的群体的认同度 第四个 如果每一个个体都是想要去发展的 所以就要给每一个个体以优先的成长 的权利 所以狮子会才遵循了 一年一届 轮装制的做法 你们在东东各位 有人质疑过狮子会一年一届的这个事吗 没有 有人想过说 今天那个 这个老鹏做得这么好 田哥也做得这么好 或者将来东哥也做得很好 能不能让他们做两年 做三年 五年 你看 有想过两个帮你 可以吗 有想过帮你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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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果然有人认为是可以的 我们看一看 这是我们在我们心目中的一个大问号来的 好了我们今天有这个 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要支持个体的独立运作 所以才会有强贵和弱区的这样的一个办法 帮我拿一点水 谢谢 那么这五条都是我们结合生物的第一性原理 以及师绘的第一性原理 推导出来的 师绘需要遵循的五个基本原则的东西 那么如果如果按照这个基本的这个原则的东西出来以后 所以我们很容易得出来师统会 一共有三个最重要的委员会 分别是 GST服务委 GMT会员发展保留委员会 和GLT领导才能发展委员会 因为我们师织会要去做社群服务 要去关注会员的地位提升 要去增加群体认识 因为我们要去个人成长优先 因为我们要去支持个体的独立运作和发展 所以我们现在的国际师织总会 在做国际师织会的框架设计的时候 他推测了三个委员会 全球委员会 分别是服务 会员 发展和领导才能发展 我接下来会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来先看第一个 刚才我们已经推导出来了 同志关系的 进行关系 进民关系 是由于我们天生就要做这个事 所以我们要做社群服务 所以师织会的社群服务 既可以在我们的周边 跟我们所有社区的人 保持一个良好的服务关系 而且又会让我们比较容易去吸纳新的会员 我们有的时候 曾经给我把一个投诉过 他说我们去做一个服务活动 在当地花了几千块 但是我们的交通会 花了一两万 我们是不是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是社群服务带给我们这一代人 需要去思考的一个事情 第二个就是 因为我们有了社群服务 所以我们更容易去吸收新会员 我们昨天也跟一些师友在讨论 师织会发展中的困难是由于 我们现在会员的招募和吸纳 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 包括海南我相信也是一样的 所以怎么样才能够吸收到更好的会员 不是你天天去拉它 而是你在它身边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你吸引和感召它进来 所以这些都是 关于要做社群服务带给我们的事情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激发会员的能力感 因为你很难说 我在一个山长随远的地方 做了一场服务活动 我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效果 那好了 你老讲师子会的这个事 师子会的社群服务是这个样子的 他对于我们在座的各位 对于我们在座的各位 对于我们在座的各位 正在做企业的这些人士来说 这个社区服务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呀 我们看看 附近就是星辰大海 这些年由于疫情的影响 由于中美关系的影响 由于我们中国的经济结构 调整的影响 我相信在座的绝大部分的 师友都有一个感受 就是我们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是这样吗 怎么办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附近就是星辰大海 其实在你们每一个人的身边 在你们每一个人的旁边 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生意的机会 所以我们看第一个 在美国里有一个快餐店 叫做满城乡 疫情期间 有相当多的快餐店 全部都关门 但是这个快餐店 却逆势增长 发展的非常好 所以他现在在国内 在去年就有140多家店 每家店单日的流水有3万块钱 是全国快餐店的5倍 他的创始人讲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 附近的老百姓需要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所以南征乡的这个企业 围绕他的老客户 给他的客户 每天做5顿饭 所以在座的各位 当你觉得你的生意难做的时候 你有没有把你现有的客户 一直挖下去 就像你们第一天做的这个 拓展游戏大活动一样 挖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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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 你有没有真正的去全方位的满足你客户的需求 当你觉得我们的师友 离我们师父会渐行渐远的时候 你有没有同样的挖下去 去看我们的师友 到底在他的灵魂深处加入师傅队药 所以这个增长的方向 我们是否已经走到极致了 所以这里边给大家再送上一个词 叫做精雕 你的生意 你的生意 你在正在做的那个伟大的事业 是值得你去精雕细做 是绝对值得你把它认认真真的再往生了去做一遍 所以不要去抱怨和投诉你的生意有多难做 大概率是因为你还没有做到极致 那我们看看南城江他们现实的做法 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小店 都在居民区 所以他们每一天会给他的人提供五个顿饭 他早晨八点钟卖豆浆和茶叶蛋 到了中午十二点卖牛肉饭 到了下午的三点卖奶茶和鸡丝下午茶 到了晚上的八点给他们解决一个夏日大骨盆 到了十六点 到了这二十点的时候会做一个烧烤 所以快餐店最大的成本两块 一块是租金一块是人工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他每天卖五顿就把这个问题很好的解决了 所以这就是关于社区服务给我们狮子会带来的启示 以及给我们的生意 给我们的事业带来的启示 要精雕细做的做下去 那我们再看第二点 会员的地位的提升 大家都是做师部会 都有短的有五六年 长的有十几年的时间 大家有没有想过 从一个普通的会员到国际总会长需要多少年 十六年就行 这是一路清云之上 没有任何延迟 所以师资会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创造了一个一直可以积极向上努力发展的方向 这才是师资会真正吸引我们每一个人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从服务队到区域 然后到联会到复合区到贤商区 最后到国际总会 这是这个游戏吸引我们每一个人不断的去投入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你怎么在前面有个目标让你去为他而奋斗 所以我们师资会就是通过给师友持续的创造发展的机会 来去让师资会能够不断蓬勃的向上和发展 所以我今天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问的那个问题 如果优秀的彭会长做五年的这个深圳师资会的总监 大家觉得有可能吗 如果他在五年的话 就代表了说有四个非常跟他一样优秀的师友 没机会 还有我们一些委员会的主席 干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更长的时间 不是这样的 师资会的伟大之处在于我们不断的给别人创造 有可能向上发展的机会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上待的时间越久 超过一年以上 就会有人因为你而丧失了这个机会 所以这是师资会带给我们的启示 我们接下来再看看 对于我们的企业同样的一个逻辑 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就是 企业应该以给他的员工不断的提供成长和向上发展的机会 作为企业的一个主要目标 所以当你去抱怨你的企业 留不住人的时候 先想一想 你有没有给你的同事 给你的员工提供足够的向上发展的机会 如果有那你大概率就会留得住人 如果没有 这肯定是一个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 就是要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学习成长和晋升的环境 诗子会就是这么干的 我也建议我们在座的企业家们 也要用同样的想法去做这个事 所以我们这个企业的管理 还要积极的鼓励企业的员工去参与你的企业的决策 成为你的这个企业主要目标 大家知道我们诗子会 不能给在座的各位发钱 是吗 那我们能给的就是 荣誉 所以不要吝啬你们的这个荣誉 所以我们诗子会 每年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奖章和奖项 我们深圳诗子会 曾经在有一个年度 在年会 在区域 幻见大会上 发的这个奖牌 你们知道有多少块吗 最多那一年 诗子会应用多少人啊 深圳诗子会 三千多人 我们那一年就发了 一千多块的奖牌 要一个大卡超级过来 有几吨重 里面都是木板 那么厚一个一个 上千块的奖牌 发给我们的诗友 所以这是我们能够嘉奖到 深圳诗子会的诗友 和我们诗子会的文化的一个 核心的一个地方 好了我们再看 这些奖项 可以根据各种各样的情况 来去设置 那在座的各位领导 师友 你有没有 为你身边的师友 量身定做一些奖项 去鼓励他们 去嘉奖他们 为师父会所做出的贡献 那么同样的道理 既然有嘉奖的这个事儿 你的企业 有哪个企业 会对我的员工做出嘉奖 每年都有吗 这个不是个很坏事儿 这是个光彩的事儿 可以大胆的举手 我给大家举几个现实的企业的例子 我在这里面看一下 那么第一个例子就是 这个是长安汽车 是一个做汽车的公司 这个图看起来不是太清晰 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概念 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 一旦你加入了这个公司以后 你就有可能有不断的 向上发展晋升的机会 那么这一个 是一个叫德邦的物流公司 他给他的五星的员工发什么 发金砖 发金条有什么好处 如果你发钱 这个钱转眼之间 就变成东包后 干的面对就消失掉了 可是如果你给他发一块 金条 他会怎么样 他这杯子都会流下来 所以我们强烈的建议 不久的将来 东哥能给我们在座的各位师兄 好我们再看个体成长优先的 一年一届文庄季 为什么要一年一届的文庄季 是由于我们师字会 区别于很多其他的组织 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的地方 我大概在十几年前有写过一篇文章 叫做第三大学 这个大学里面有一个核心的要义 叫做个体成长优先 问大家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会让你公司里面的老安 或者是门口的扫地的阿姨 来做你公司的总经理吗 但是我们深圳师资会 或者说全天下的师资会 就有可能让一个从来没有做过财务的 来去担任服务的财务 会让一个从来没有做过队长的 来去做队长 也会让一个从来没有做过总监的 来做总监 这就是我们这个逻辑 这是我们这场游戏 所以师资会 永远把个体的成长放在第一位 我们宁可丧失一些组织发展的速度 我们宁可让我们这个活动的效果 受到一定的影响 但是我们宁愿给更多的优秀的师友 提供成长锻炼和发展的机会 这才能够驱动师资会往前发展 所以在座的各位 当你去抱怨师资会 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有这样那样的公公的时候 这太正常不过了 是因为那个人他在成长变化之中 他因为师资会 给他提供了不断的成长的机会 所以我们从来不在乎 一场培训是否真的能够效果好 我们更在乎的是 这场培训能不能够训练足够多 优秀的驾驶 比如说像我今天这样的一个分享 我自己觉得韩金亮一点也不好 因为没有什么掌声 但是我依然可以讲 是因为我觉得 因为大家给了我一个 要往来去展示 跟大家持续交流的机会 我觉得这个机会 比什么都来得重要 所以同样的这个道理 我们又到我们的这个企业来说 我们又能够给我们的企业发展 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呢 就是在企业管理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叫做彼得原理 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搞企业管理 或者对这方面有听说过 彼得原理呢 彼得原理是这样说的 在一个组织层面里面 只要这个层级够多 迟早一天 所有的岗位都会被那些不称职的人 所占据 大家知道这个悲论吗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工程师 你做的好的话 公司就会把你提到一个主管的级别 那因为你做工程师做的很优秀 到主管就不一定优秀了 或者说完全不优秀了 如果你这个主管做的还很优秀 我就会把你提到副经理 如果你做的不优秀 你就永远在主管这个级别 一旦提到副经理以后 你的那个能力 原来是做主管的那个水平 到了副经理以后 又跟他不称职了 这就是公司管理上的问题 所以十字会也是一样的 你原来可能做秘书做的很称职 可是突然之间大家都觉得 哇这个秘书做的太好了 一定要让他来做三副 那他做三副一定是不称职的 这个三副好不容易做到三副称职了 就马上给他提到了二副 他又不称职了 所以这就是这个原理 所以十字会的发展 一定要以个体的成长 作为我们组织发展的第一要务 所以企业也是一样的 我们尽量给每一个人提供 足够的发展的机会 好了我们再往下看 为什么叫做个体独立运作 叫做强贵弱区 你们在座的各位 为什么要去当队长 其中有一个原因是 你能够让你个人的意志 得到最大的体现和验证 每一个当队长的人 都不希望我的上面 有一个叫东科的总监 来命令我说 你要做这个做这个 你不要做这个 你不要做这个 这是人的天性 天性使然 我既然当队队队长 能不能让我说的算一回 所以十字会 很伟大的一个逻辑就是 我们有无数个服务队 我们最大化的去彰显 每一个服务队的发展 有一句古语是这样说的 就是我们隔壁村 一个叫姓谷的人说的 他说大树之下 村草不剩 是不是 一棵大树长得太茁壮了 它会把所有的阳光与路 全部争取到大树底下 可能长一个小草 所以一个无比强大的区会 最后就会导致 所有的服务队 运作的非常的艰难 真正让狮子会能够做得好 要让每一个服务队 都强大起来 狮子会 深圳狮子会 自然而然就强大了 所以我们坐在中间这两排 还有前面第一排的这些狮友们 你们存在的目的 不是你们自己有多伟大 而是你能不能够成就你身边的 那个人 让他更伟大 你只有让你的那些服务队的队长们 变得非常的伟大之后 你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 伟大 这是我们其中的基础博士 所以我们觉得 我们建议狮子会 尤其是深圳狮子会 我们一个区会 OK差不多 我们一个区会 有二十多个干事 我们一个区会 现在越来越庞大 所以就会导致服务队的运作 越来越艰难 这是一个基础 这是一个基础逻辑来的 如果想从底层上 彻底的解决 十字会的发展 你们要做的事 就是最大大的支持 每一个服务队的发展 好了 那么既然有这样的一个逻辑 我们再回来 再去看看我们还有什么样的 能够应用到我们的自己身上 或者我们的企业身上去 这个世界有一个很牛逼的一个企业 叫做海底捞 大家都体验过它的服务吧 你稍微有一点点不满 那服务员立刻就送菜 如果你再也不满 立刻就打折 如果你还不满 还有可能给你免干 所以这个企业的管理的文化就是 给它的每一个店长 甚至每一个服务员 以最大化的各级材料权 你就可以决定你要干什么 所以你的企业如果想要做得好 你要去激发你企业每一个员工 他最大的这种权力要下巴 你不能一边说 哎你这个事做的不对 然后你又来投资他 你压根就没有帮我的企业去想问题 和解决问题 所以进两者是极其矛盾的 我身边有太多的企业家 是合在一个极度拧合的过程当中 想干别人做事 但是你又从来不能放权给到他 所以在座的各位 想要让狮子会发展的好 放权啊 企业发展的好 要放权下去 才有可能让这个企业发展的好 否则都很难的一件事 好了 我们今天讨论了这么多的 关于狮子会发展的这个事情 我们再简单看一下 狮子会本身的第一性原理是 我们服务 我们永远都要坚守这个原则 这是你们在座的各位 做在这里 最重要最重要的事就是服务 好了 既然有个服务 我们立它是一切组织 发展的一个根源和存在的理由 所以赚钱 绝对不仅仅是组织存在的一个副产品 那么检验一个总监 唯一的一个优秀的这个标准就是 你到底成就了多少私有的成长 做一个分区主席是这样的 做一个服务队队长是这样的 你有成就多少和私有的成长 才是检验你合不合格的唯一标准 而不仅仅是我们狮子会标榜的四书 出钱出力出心 那么简单 花很多钱 但是组织发展一样不好 那有什么意义呢 还是很难的一件事 好了 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再往下走 所以这个事给我们企业带来的这个启示 启示就是 作为一个企业的老板 一个负责人 你创立的一个企业 绝对不仅仅是你自己赚钱的工具 而是最大大的激发企业每一个员工和同事 身体中的那个善感 所以这里边我们如果时间充足的话 我跟大家详细的介绍 这个周越领导力的五个习惯 你如何以身作则 你如何能够给所有人共起愿景 我们那些天也在讨论师徒会发展的问题 为什么师徒会发展有这么多那么多的问题 其实根源在于我们深圳师徒会也好 还有我们深圳师徒会也好 还有我们深圳海南师徒会也好 你们是不是每一个师友在他的心底 都真正的认同师徒会发展的愿意和实力 如果没有这两条 他想的永远都是差不多躺平就完事了 这个组织就很难了 你无论你做多少努力都很难的一件事 好的 这些就是关于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带来的 这个分享的一些基础的逻辑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再把前边的几个逻辑跟大家总结一下 因为我们徒会的第一性原理是我们服务 我们刚才讨论了我们要做社群服务 我们要不断的去提升会员的这个地位 我们不断的要增强会员的群体认同度 我们要不断的给个体的成长提供更大的机会 也就是兼职一年一届轮装置 所以我们要支持每一个个体的独立运作 就是给所有的服务队最大的材料去 那么这两条加在一起 我们诗字会未来要干什么呢 当我们有那么多的问题 昨天的那个分享嘉宾李泽伟 有没有在现场 他跟我们讲了一堆的诗字会的这个问题出现 真正的要去解决这些问题 还得靠 说完了我叫陆志强 好的谢谢 那 这两句话也是我在每一次有机会分享的时候 我都愿意跟我身边的私友去分享的两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 真正的英雄主义是认清了人生的真相 生活的真相 却依然热爱神的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有考虑过我活着的意义到导是什么 其实很多人跟我说 或者说在网上的一些名人也经常是这样说的 考虑人生的意义本身就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 你更应该想的是在当下此时此刻 你是否能够过得开心和快乐 所以这才是活在当下 才是你进入到心流 或者进入到一种临在状态的标准 那么接下来我也把它适当的衍生了一下 世界上也只有一种狮子精神 就是在认清了狮子慧的真相以后 依然的热爱狮子慧 好多人在听到我给他们说这种说法的时候 会质疑说 兄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狮子慧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真相 其实这个世界的真相不是不可告人的那么简单 是由于我们需要对狮子慧有足够的认知和理解 才有可能让我们在狮子慧的这条道路上坚持的走下去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人 会把狮子慧当成你终生的事业 我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人 来加入到我们共同受爱的这个组织当中去 因为这个组织是我们所有人的希望 因为这个组织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希望 这个组织很有可能成为我们人类的希望 这就是狮子慧的真相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